作詞 黃臣,作曲 李宗盛 所以我想邀請各位夥伴你們可以閉上眼睛 也許你會看著螢幕也有關係 或者是先到我這邊的領導人就可以 請你們慢慢地找到一個舒適的姿勢 坐在一起上面或躺在床上都有關係 然后我想邀请你 把你的右手借给你这几个小 用一个最轻松 最放松的姿势 闭着眼睛 就闭着眼睛 你不用管你的手长的样子 因为我相信你 听非常清楚 你的手长长的样子 然后慢慢的 用你的方式 让你的五只手指头 想象一下你的五只手指头 好像他们是五个好朋友 慢慢的他们来找大拇指 做一个接触 做一个打招呼的动作 就是用你们的速度 很慢的 或是很放松的 用你最小的力气 去让你的五只手指头 慢慢的靠拢在一起 慢慢的 用你们的速度 用你最小的力气 去让你的五只手指头 靠拢在一起 对 然后慢慢几乎在一起的时候 你再用你的方式 去把你的手指头 慢慢的松开来 对 就只是松开来 你不需要特别的用力 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快 就让它慢慢的放开来 慢慢的放开来 放开到它打开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 松松的 舒服的 不用刻意的张开 也只是放开而已 很好 当你放开来之后 请你这样你的方式 再次的 让这五只手指头 慢慢的靠拢在一起 靠拢在一起 对 也许你可以深看 对 慢慢的靠拢在一起 很好啊 对 用你的速度就可以了 你可以让你的手指头 用最不配力 最轻松 最不花力气的方式 让五只手指头 慢慢的靠拢在一起 对 慢慢的靠拢在一起 很好 非常的 靠拢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点点头 告诉他们 做得很好 对啊 然后再慢慢的松开来 对 再慢慢的松开来 很好 对 然后也许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啊 多做几次 对 多做几次 松开来之后 然后再靠拢在一起 对 不用刻意的打开 不用刻意打开 你就只需要 松开 放开 然后再靠拢一次 对 再靠拢一次 也许慢慢的 你会找到一个韵律 这个韵律是 你怎么把你的手指头 靠拢在一起 又再打开 找到一个韵律 属于你的韵律 属于你那一个 既可以合起来 又可以放开来的 那个韵律 你打开的时候不用打开的非常大 就只是松松的放开 对 然后再一次的把手合拢在一起 再一次的把手指头合拢在一起 很好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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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让手指头慢慢的合拢在一起 你只需要完完全全的去注意到你的手指头怎么合拢在一起 对 你用你的速度就可以了 很好 非常 对 你会感觉到你手指头合拢在一起的感受 对 就像是 你会注意到 那手指头 有点像是 很轻松的合拢在一起 然后又很轻松的 打开来 对 然后又再一次的合拢在一起 你真的不需要按照我说的指令去做 你所要做的是找到自己那个开 还有合的韵律 对 如果你非常棒的已经找到那个韵律了 我想邀请你啊 对 就允许你的手自己去做那个开 合的动作 对 你知道他很棒的可以自己去做到 你不需要特别去操控他 那请把你的注意力啊 放回到你的呼吸 同时让你的手 就很自动去开 合 跟你的呼吸啊 你的吸 还有呼啊 是很顺畅的吗 是很顺畅的吗 是会随着这个开 和 也有同步的韵律吗 是啊 是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邀请你 可以先停止你手上的动作 注意到你的呼吸啊 让你的呼吸 找到属于你的韵律 然后再邀请你的手的开 和 来加入 来加入 对啊 所以你会感到好神奇啊 你手上那个开 与和的频率 那个节奏 那个韵律啊 好像慢慢的跟你的呼吸 同步 或是你的呼吸 慢慢的跟这样 开和的动作 同步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对吗 原来你的身体 可以这么一次啊 真是太棒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邀请你 也可以动动你的头 对 同时维持着你手上 那开与和的动作 然后用你的速度 慢慢的动动的头 对 好像感觉到那个头的动作 似乎有跟着你的呼吸同步 跟着你的手上的开和同步 对 甚至你可以试着动动你的脚 对 感受一下你的脚要怎么样动 跟你的呼吸的韵律 身体的韵律 你那个手上五只手指头 开与和的韵律 好像慢慢的都同步了 对吗 他们都非常自由的 跟彼此做到一个连结 成为一体的韵律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对 对 你做的真的非常的好 你们做的真的非常的好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你愿意的话 你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你真的也可以起来走一走 感觉你走动的韵律是怎么样子 似乎会发现到 原来一走路啊 有一个自己的韵律存在 所以各位伙伴 我邀请你真的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去感受一下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生命的韵律 你的手可以这么的自由 有韵律的开 和 去 当你这么有韵律的开 和 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你想到一件 过去让你觉得 有点担心 太敢去做的事情 你的感觉怎么样 在这样的韵律之下 那件事情 似乎有着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你非常棒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韵律 而很简单的 只是靠着你的手指头的开 和 对 你呼吸的 吸 吐 我不知道你是开的时候吸 还是和的时候吸 那都没关系 重点在啊 你真的可以找到你的韵律 这是你做到的 不是我引导你的 所以我邀请你啊 真的谢谢自己 谢谢你的内在 谢谢你的身体 他们会让你找到那一个属于你的 生命的韵律 是好像是一件蛮棒的事情对 蛮棒的事情对 好 好 所以我想邀请你们 如果可以的话 用你的速度慢慢张开眼睛 谢谢自己 然后回到这里 因为它是帮助我们做一个很棒的自律神经的调整 我们自律神经的调整有很多方法 例如说我们学自律训练法 我们可能会借有 有比较长的呼气 也要有很多的喜气 来帮助我们去做呼气 做一个自律神经的平稳 或是我们做一些器工 那用到处 这些都很有帮助 而在分身腿是这个中心手头的做法 它会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神经的运动 让我们的交感神经 跟不交感神经的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 大家要没事可以做 不过还是一样的 安全第一 然后如果你正在开车 的时候真的不要 昨天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太放松 会忘记注意到旁边 一些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如果真的要做 可能开车开一开 会觉得很恐慌的话 停到路边再做好吗